大家好 很多还有养富贵族呢 都是用水培的方法 即使土培的方法呢 效果比水培的效果还要好 大家看一下我这一颗呢 现在长得是非常的漂亮 而且不土长 新芽长得特别多 那么我们用土培的话呢 方法非常的简单 我们想要自己的富贵族 采用土培的方法的话呢 只需要把原来的这水培的富贵族 把这些根给它修剪掉 然后直接插到土里面去就可以了 配一点好的土养 所以说呢用土培的方法 摘种富贵族比吃菜还要简单 但是我们配土呢 一定要配一些蔬菜透气的土养 如果大家能在这个配土的时候呢 加入一点农家肥干养分的话呢 效果会更加的好 因为养分它里面的营养物质比较全面 各种微量元素比较全面 这样的话呢 就能保证这个富贵族能够健康的生长 后期为了让这个富贵族不容易产生土养 不要给它长得太高 让它长侧芽多 长得健壮粗壮的话呢 最好给它使用一些这种高甲肥 这种是花果中用型的控制肥 因为这种高甲肥呢 可以让这个富贵族更细更发达更强壮 不容易得一些病害 这样的话就能保证富贵族不土养 心芽多心芽长壮 所以大家不妨尝试一下用土培的方法 来栽种这个富贵族 效果确实非常的棒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